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的熊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加拿大和中国的医疗状况和医疗概念的差异 我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呢 因为中国国内从今年的11月第一周开始 多地就出现了救诊潮 多家医院每一人门诊人数上万人 急诊数量上千人 在网上流传了很多的图片 看到很多的急诊室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甚至有的地方还是排队好几百人 这一个图片就明显的是有七百多人 大约需要后诊13个小时 甚至有一些没有正式的图片显示急诊括号已超过300多了 对于怎么看病治病这个我不懂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不信在加拿大和美国有过十来次症的经验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加拿大和中国的看病有什么的不一样 在北美抗急诊从来没有超过两百人的情况 我倒听说过有人后诊将近一天到八到十个小时 但是对于我的经验来说 一般是五个小时左右就能看到医生并且得到了诊断的结果 如果是老人家有特别的情况去看止诊的话 两个小时内就能看到 护士进行分诊 然后三个小时左右就开始做各种检查了 对于要排队七百多人后诊十多个小时 我认为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止诊了 在加拿大和美国都不会发生 在中国和北美就医 首先是理念上和概念上的差别 在中国看病都是去医院 医生 检验 诊断 医疗 医体化 一般大家都是到了医院 在分诊台里面去挂了一科 挂好门诊去相应的科室 然后专科医生诊断 然后进行后续治疗 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改变 已经开始有一些家庭医生诊所和社区诊所 能够恰当的给当地居民提供快捷的看病的场所 但是大部分人想到的看病 还是去医院进行一站式的搞定的方式 但是在美国的看病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首先你必须医院家庭医生 在家庭医生诊所进行治疗 如果病情严重 便会转诊至转科医生 不严重的 由家庭医生开药或者联系专科医生 在北美是医、检、诊断、治疗和药物是分价的 就是说医生、检验、诊断、治疗、药店是分属五个不同的机构 或者单位个人 由于中美对医疗概念的不一样 在中国的医院就为看病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 从门诊到检验到各种诊断治疗都放在同一个医疗大院里面 很多时候就是在同一栋大楼里面 但是在北美这里就不一样了 医院仅仅是作为一个提供重型器械治疗 做大手术和急诊的地方 因为医院是提供一个重型医疗资源的地方 而且只对急诊或者手术患者开放而提供服务 一般非急诊类的看病 做各种检验 包括非紧急的验血、验尿 造S光、造超声波、核磁工程 都必须在医院以外的诊所里面做 而且大部分情况 医院是跟这种检验和器械诊所是分开的 还有和药店是分开的 所以在国外看病看似非常的麻烦 你必须先到医生那里去看病 然后医生再给你开各种各样的检验单 有可能验血、有可能做鼻操 还有可能做核磁工程 或者去做验尿 然后各种检验都不是在医生所在的城所里面做的 然后做完各种检验之后 除了验血、验尿的其他一次诊断的医生 又不在检验诊所里面 又不能是家庭或者专科医生 又必须有特定的诊断医生去给你做诊断 做出诊断报告之后 诊断医生再把这个报告发到你的医生手上 然后医生再根据这个诊断报告会给你提供各种治疗的手段 比如说简单的就给你开点药 或者给你开具治疗单到治疗诊所去进行治疗 当你运气好的时候 可能这各种机构都在同一个大楼里面 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超过一半的可能 这些机构都不在同一个大楼里面 你可能为了治一个病要跑三四个地方 耗时几个星期才能到达你的治疗机构 这样下来大部分患者都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 特别是北美看病的不同的地方 在西方和北美这个概念就是 家庭医生就起了一个分诊的作用 至于医院里面的急诊 原来的设定是为了突出急这个医治 就是说当你有生命的危险了 才建议去急诊去医院 哪些是生命危险呢 首先肯定是头疼头晕怀疑脑出血 然后就是心疼 胸疼怀疑心脏病突发 还有是其他的 譬如呼吸困难 或者有一些不明的疼痛 疼到你呼吸不过来 有可能快要死去的感觉 这样这种的症状才建议你上急诊 而且就算你去了急诊 你走进去 自己开车进去 和坐急诊车进去 那个所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在急诊室里面 急诊制度还采取了分诊制度 首先会有前胎的护士 会根据你的严重情况 对你进行分诊 和进行初步的诊断 比如说比较轻的 有可能就直接把你打发回家了 很多时候如果小孩子发酵 38度左右不到39度 你去看急诊的话 基本上就会打发你回家 让你多喝几口水 当然你如果愿意继续等下去 他也不会赶你走 这样的话 你可能要等五六个小时 才能看到医生 但是对于头疼 昏迷 或者胸疼 特别是老人家 如果有中风死 有心脏病死 那种很快就能够安排进房间 安排护士 医生给你看病 给你做各种的检验 所以说如果你的情况 不是很严重的话 一般不建议你去看急诊 不建议你去医院 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我都希望大家平时 学习一点医疗尝试 当某个特殊的医疗情况 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知道 自己大概得了什么病 能说出一些简单的医疗名词 能够描述自己的状况 对医生进行解释 这样就有助于医生 对你进行诊断 也对你自己的病的轻重的程度 有个大致的判断 在这里 我对海外生活 看病就已 做一下的一些建议 第一 提前找好家庭医生 除了看评论 看这个医生的医术之外 最好找那种在一个医疗大楼里面的医生 这样就有可能看病 检验 拍片 医药房都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必须注意 这个大楼不是医院 第二 看医生之前 最好先自我诊断一下 准备一些医学术语 方便向医生解释 你的状况 对于感觉很不舒服 突发情况可能会影响生命的话 可以考虑急诊 急诊的话 能叫救护车的话 先叫救护车 第二 才考虑让朋友开车送你去急诊 第三 才考虑直指开车 如果你自己能坐车或者走路去的话 我一般不建议去急诊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等待的时间会很长 第四 在国外进行手术 或者大型治疗之后 一般如果能够生活治理 没有生命危险的话 医生就会建议你回家 他一般不建议你在医院里面 休养 因为住院的费用是很高的 如果是住院的话 在出院前的时候 医院会给你回诊的安排建议 但是这个要你自己去联系 我希望你不要放过这个回诊的机会 一般回诊是找专业的医生去 对你这个病进行回诊 第六 你的医疗记录对你是很有用的 我建议你想办法拿在手上 方便以后看病和处理医疗事故 在某些地方 取医疗记录是免费的 但在有些地方 获取你的医疗记录 是要有少量的费用的 希望我在前面聊的 中外医疗的差别 有在北美看病治病的建议 能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希望各位小伙伴们 各位观众 点赞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各位能加入我的付费频道 和加入我的Discord讨论群 我会尽量为你提供更多的视频内容 谢谢大家